美中关系就是经贸层面和非经贸层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了 应该讲是逆转 所以相关的除了中美两国政府之外 其他国家的政府心里都是有数的 现在跟中美之间这个交易有相关利益的企业 还很多是心存侥幸 就是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不要动到自己的奶酪 那么中国的宣传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会因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而难以承受 这里面有一个误导的说法 那就是他假设说中国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来 这些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中国全世界谁也造不了 因此美国非买不可 加了关税就消费者得涨价 那么这是一个误导 实际上现在美国的很多企业 包括台湾 日本 韩国 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企业 都在想办法考虑 美国扩大关税范围 他们就准备改变订单 或者调整亚洲产业链 所以换句话讲 中国制造并不是美国消费者的唯一选择 真的 努力